OK 今天我們要把我們上次在第四章 最後面有關於修聽會虧學的一些解法的基本概念 尤其是這本課本他說想要帶給大家理解的一些內容 再做個很簡單的整理 整理完之後呢 我們就進入一圍了 因為我們上次有稍微解過一體 OK 用傳統的方式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要整個就把它解過就直接列出來 我們去看看它重要的地方是在什麼地方 OK 好 所以我們今天呢 請大家再回到Section 4.3 那小Dingo OK 那這個呢 它其實呢 我們在描述量子力學的創造的這個數學建構當中 有好幾個Dicture 這個呢 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我們稱之為Section 4.3 Picture 以後呢 我們還會陸陸續續的介紹 什麼叫Heisenberg的一些Picture OK 好 那Section 4.3 基本上這個系統啊 它的狀態呢 State Function State Function C呢 他們會 以這個公式 以這個形態出現 這個4.3的1等 不一個式子 OK 那我們現在假如說要來了解 在這個狀態下面東西怎麼動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呢 對等於好像5點Equation Motion一樣 那我們呢 將會 用三個部分來解決 第一個部分呢 當然是 我們要 setting 那個Equation 我們必須把 4.3.1啊 尤其今天什麼是Harmic 要把它搞清楚 然後我們就把它展開來 OK 那有了Equation之後呢 那我們就要來解 它的解了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要把它解決出來 但是呢 我們現在這個只是個概念 所以呢 但最後面呢 我們還是要了解 我們要選擇在什麼Basis下面解 OK 這個是我們希望能夠做到的 好 那麼 setting type equation 其實蠻簡單的 你只要知道 Harmic方言就可以 在目前呢 我們 所教的裡面 Harmic方言都很簡單 對不對 我們就將幾個對照表 我們把它寫下來 那我們上次都已經講過了 所以我們基本上 就可以讓大家知道 第一個 setting type the equation the equation 這邊指的是4.3.1的這個 equation 我們知道在古典裡面 我把前面寫 system 這邊呢 我們就寫class mechanics 這邊呢 mechanics 這邊呢 mechanics 的表示式 好 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假設呢 我們現在是一個什麼 a simple harmony a harmonic 那麽我們 那麽我們古典裡面呢 我們的 我們是寫成這種 草寫的行動 那就很簡單 基本上呢 它就是它的動能項 p平平方 除以2m 然後再加上它的位能項 二分之一 m omega平方 x平方 這個是我們所知道的 那麼在量子力學裡面呢 我們呢 你如果是用這個 就以正寫的h 大的h來表示它的話 那我們 也是一樣 它會有動能項 它p的平方處 有1m 記住在這個時候 因為我們4.3.1這個h呢 哈密通人本身是個operator 所以我們這邊都寫 以operator的方式呢 寫下來 所以呢 我們發覺啊 它的形式呢 哈密通人的形式 好像快差不多 基本上呢 都是動能 再加上一個位能 當然這個是一維空間 一維空間呢 我可以這樣子寫 也就是說它只是在x的方向 假設是三維空間呢 那你就要記住 我們這邊講的p跟x 事實上就是坐標 x是坐標 p是動量 那三維空間呢 那你就要怎麼樣 就要上面呢 就px平方 py平方 pz平方 除以2m 這是它的能項 再加上位能項呢 1 2m ω平方 之後呢 我們後面 假設 這個時候還要 很多假設 假設它的 這個 這個 ω平方 大家都一樣 各個方向都一樣 那麼 是這種 各項同性的狀態下面 你就可以寫 那我們現在 是在一維的 有外力的 我們 古典 我們怎麼來寫 古典 哈密通年 我們就寫成 一樣是 第一個 動能 你這個物體自己本身 沒有受到外移的時候 你反映出來的動能 再來呢 你所收到的力量 好像一個f ok 在乘上一個位移量 那這個不就等於能量嗎 對不對 等於位能 類似位能量 所存在這裡面 ok 那在我們這邊 quantan mechanics裡面 哈密通年呢 就會寫是什麼 p平方 over2m 減掉f 大寫 好 看起來都很類似嘛 對不對 一個是把 動量 直接 就是動量了 定義了 然後另外一個呢 把它寫成 一個是空間 一個位子 一個把它寫成 位置的 ok 那到時候就看看 我們要怎麼樣 要寫 那operative 本身代表的含義 就會出來 好 再來一個呢 a charge in em phi 在電子 場裡面的一顆 電荷 the charge q 我忘了寫q了 ok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harmiconean 古典 會等於什麼 它的動量呢 形式就改變了 它不再是p而已 它要注意 它要注意 它的動量呢 我們本來是p平方嘛 它現在也是什麼東西的平方 那它包括限動量的平方 再減掉一個位 這個叫磁位 ok 磁位呢 呃 磁位 向量磁位 之後再來平方它 好 當然啊 緊接著呢 你這個charge呢 在電位當中呢 也一樣 也一樣 要把它加進來 所以你就有動能向 還有電位向 ok 那在我們這個地方呢 它會變成什麼 它會變成一個比較複雜的 我們知道上面是p平方 ok p指的是momentum operator 那它現在就會變成p p A的A的自己的動能向 這個是第一個 它的動能向 再加上 位能向 那還是一樣 Q乘上的那 純量的 位能 電位能 那這樣子呢 我們起碼 把我們可能會碰到的幾個equation 把它寫出來 那目前看起來 比較gen的方式 就是說你看看 我們這邊要注意的 都是前面的動能向 你要怎麼寫 最簡單就是p平方 除以2m 這個也是一樣 p平方 除以2m 比較複雜一點的 只有在什麼 磁場裡面 在電子場裡面 它的行為 是比較不一樣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要注意的就是說 在我們這個 在我們這個 增加座標系統裡面呢 後面的 增加座標系統 卡平方就是p加v嘛 對不對 v呢 到底是什麼 那這個就是我們要 思考的一個問題 假設呢 是一個free particle 那它有沒有v 它沒有v 那v是0 假設呢 你在一個 你也可能在一個 有constant v的地方 ok 或者是一個 拋物形 你的v呢是越旁邊 v越大 越旁邊 v越大 v越旁邊 v越大 那你在這裡面的行為是怎麼樣 ok 等等的 那我們就要非常注意 這個v進來 事情就變得很大 ok 你要找到一個解呢 就越來越不容易 所以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會求解 幾個簡單的v 那麼這個時候 我們就知道它的狀況是怎麼樣 然後緊接著以後 假設這個v 開始變得比較複雜 那個時候怎麼辦呢 我們那個時候 就真的是很複雜 我們可能要引入 假設呢 跟原來的這個 很穩定性的v啊 再多變化一點點 假設真的只變化一點點 我們便要v了 大家一解決它 那假設沒有呢 哦 那就很麻煩 對不對 好 所以以後呢 會有其他的技巧 都會繼續開發出來 好 那我們可以去設定完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就來看看 一般上面 我們要怎麼解 OK 我們一般是怎麼樣的解法 一般我們的解法呢 很簡單來說 我們先從 修丁哥的推行 OK 這個呢 是我們4.3.1 對不對 這個沒有問題 那麼在這個當中呢 我們呢 可以慢慢來看 假設這個h的本身呢 記住啊 我們這邊講的這個h 有個特點 它跟時間呢 沒有很明顯相關 我們從頭講到現在 幾乎都算出這個動作 假設你航空兩根時間 有明顯相關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OK 好 假設沒有明顯相關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可以 看幾件事情 第一個 我們這個可以重整一下 可以重整一下 比如說 我把這個留在這邊 那這個呢 就會等於負的ri over h bar 哈密通尼 phi 對不對 或者呢 這個直接就寫成 phi tr 對著時間的微分 就等於這樣 OK 這些呢 都是我們在重整 這個 選一個equation時候 一些氣氛上做的 好 那我們最重要就是要求到這個解 那我們怎麼樣來求這個解呢 怎麼樣來求這個解 我們知道一個 部分方程式一列出來的時候 我們要是有一個部分方程 O-D-E O-P-D-E O-P-D-E 列出來的時候 那我們呢 這是equation 對不對 我們就要加上一些boundary condition boundary condition boundary condition 可能會有initial initial condition initial就是起初的嘛 起初你可以把它想像者是當時間等於0的一些狀況 或者一些什麼boundary conditions OK boundary condition 你就要看看你空間上面的 這個是什麼 space上面的一些限制 那你有equation 你有boundary condition 你就開始解 OK 這個就是我們所學到基本上的解法 OK 那我們有了這個之後你看看 這個是任何時間上都適用 對不對 這個equation我們也沒有說0 也沒有說 所以說你要是直接把它看成 假設時間等於0的時候 是不是它還是吻合這個equation呢 精神上面應該要一樣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基本上把這個 稍稍的記述一下 好 那我們希望最後得到解是什麼 請記住看看 我們這樣子一寫之後呢 其中的這個 這個是指什麼 時間等於0 time等於0之後它的狀態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一個initial condition 對不對 對不對 那bundary condition 就看見一個條例 可以了 那我們希望能夠知道的一件事情 the final solution 我們希望能夠是怎麼 能夠從initial condition出發 那假設這個是initial condition 我們能夠透過一個propogator 跟時間有關係的propogator 就可以求在任何一個時間上面 它狀態的改變 這個是我們一個最重要的目的 對不對 那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目前要做了呢 OK 我們再寫一次 我們基本上是從這邊出發 這個是equation和弧光圈 OK 是不是 那根據那個講講 我們最後最後的目標呢 是希望能夠知道 起初條件之後 那之後的所有的變化 你都會知道 那一旦之後呢 我們要是要求去穩定解 我們說時間找到無雄圓 假設那個時候會穩定下來 那你就可以求得到那些 對不對 那假設你要注重 是在這個轉換當中 那你就可以說起初條件是怎麼樣 幕後條件是怎麼樣 那它是怎麼樣轉換過來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好 現在問題是 我們怎麼求得到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發覺直接求下來呢 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們卻有一個選擇 我們的選擇就是怎麼樣 它轉換到另外一個basis 在這個equation裡面呢 我們用的basis 是5 不是pc t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把它轉換成 比如說我們就求取什麼 normal mode 的一個狀況 那麼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一個 eigenvalue problem 也就是說我們將5和c呢 轉換到一個的這個空間 對 那兩個basis不一樣 但是問題是這個basis是屬於normal mode normal mode有個好處就是 它基本解出來的東西是不隨時間改變的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當作一個基礎 由這個基礎再來建構 如果原來應該是怎麼樣的 那最後面呢 我們就來回答 我們要求這個 所以呢 假設我們一旦呢 可以把它解完啊 那是否我們就可以知道 新的basis 一 跟舊的basis 當中的關係是會是什麼 那當然了 你就把它想像成 我把舊的basis 對新的basis 全部投影 我把每個投影那樣啊 就好像我把它分解掉一樣 那我當初的basis 就可以由新的basis 怎麼樣 的心性組合 對不對 這樣子不就好了嗎 這樣子 我們這個很容易求 求得的時候 我們會回過頭來求得到 the city 那不要問他 我們目標在哪裡 我們目標是他跟 英秀肯定性的關係 所以呢 我們這邊啊 就做一些簡單的處理 這個處理完之後呢 比如說 我們這邊就可以發覺 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後面呢 就是跟零有關係 那這樣子寫好像 我把它抄下來 變成這樣 那各位看看 右邊的是 跟左邊的是 不是長得一模一樣嗎 那你馬上就可以定義出 哦 原來這個東西 就是 衣物體 但是我們就 又回到原來的地方 完成我們啊 想要完成的 一個對象 OK 等目標 那這樣不是很棒嗎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那你目前怎麼做 之前 OK 看起來地圖很明顯 現在呢 要跟著地圖走還不太簡單 對不對 那我們呢 還是要來試試看 看看能不能把它做出來 第一個我們知道 我們之所以會這樣做 就是因為啊 我們原來的這個basis 並不是很方便的 OK 它並不是一個最方便 那我們要怎麼辦 所以呢 我們就要尋求更簡單的 那我們就來看看 假設我們可以知道 Pamiltonian在這個新的basis 那不是很棒嗎 好 這個呢 是什麼 這個basis 噢 噢 那其中的這個h呢 再提醒一下 not is plastic dependent on time OK 那我們就可以由這個事實來出發 那這個呢 thebasis 就是no no more 是希望我們找到 在新的地方的 OK 的一個解 那這樣就很簡單 有了這個解之後呢 我們很快速的啊 我們可以做一件事情 我們原來的fighting 就可以用什麼 就可以把它投影在這些上面 直接把它投影上去 比如說 fighting是原來的 我把它投影在每一個e上面 那投影上去之後呢 再乘上這個方向上面的單位下面 好像是這個樣子 我們把它加起來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一投影上來的時候 我們把這個整個的東西啊 叫做A 叫做A T 然後呢 我們是可以轉換成 E 這個E再再 對不對 那麼這個 不就是它的嗎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剩下的一件事情是 把這個求出來 我們就知道這整個怎麼轉換 我想我們前進到這邊 這是我們的期望 我們從這邊呢 這個是等於誰 由我們這邊得到 是等於 C T 跟E 舊的basis 跟新的basis 在新的basis上面投影量 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說出AET 好 那AET怎麼算 OK 我們將這個呢 是 4.3.9 OK 我們將4.3.9 最後這個式子 我們直接把它帶到最原始的4.3.1 我們把它帶進去 那我們看看它會變成什麼東西 它是不是 前面是I H-bar D OverD T 然後就翻譯 Pasit T Pasit T 現在等於什麼東西 根據這個式子 它會點summation AEP 那1的 Vector Space 然後呢 等於 Harmittonium 再乘上 summation AEP 的1 OK 我們帶進去 還沒做之前 咱們先把它寫完 我們就開始運作囉 OK 1運作之後呢 我們看看喔 這個summation E是summation這兩個 這邊有E 這邊有E 前面這個只是個operator 跟誰都沒有關係 所以我這個是不是可以移進來 E移進來之後 它對誰作用 對AE作用 因為它有T的關係 那這個是normal mode normal mode呢 記不記得上一次 就是這個評語給大家看 如果我再移動了之後 它會不會隨著時間而改變 它不會 OK 所以基本上 我們就是自費它為了 那這樣一來呢 我們是不是看看 大家都有E 對不對 這邊有E 這邊有E 所以我可以通通把它集合到左边过来 所以我们就有个1在这边 等号写在这边 假设1过来 等号右边就是0 左边会变成什么东西 你有submission 我这边也有submission 我把submission提出来 里面就变成两项 第一项 IH8 D AET DT 是不是 就是对它微分而已 然后再来是这一项 减掉 OK 请您记住一下 那H 假设跟它 这个只是一个 投影量而已 所以我们H 可以对E作用 请大家记住一下 我们要解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我们H对E作用的时候 我们用ItemValue的方式来写 它会点它ItemValue再乘上 所以H一进来之后 它就变成E OK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写 可以 抱抱歉 它有一个AEP 好有了这个 那因为我们所求的每一个basis 自己本身都是independent的 Otogonal 所以当它这个sumission要等于0 只有一种状况 就前面的系数通通都要等于0 对不对 好 所以这样一来呢 它马上就告诉我们 我可以得到这样子 AEP 这个对着时间微分 上面就加个倒 减掉 E乘上AET 等于0 哇 这个好不好算 一接微分方程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大一微积分的最后面 假设有机会交到 没有机会交到 它是大二一开始的微分方程 所以这个是最简单的 我们很快呢 就把它算出来 AET 会等于呢 AE在时间等于0时候呢 的状况乘上Exponential to IET over HR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 这个很棒的 就告诉我们 AET 如何随着时间远近 如何跟它起初的状况 蓝眼镜 OK 我把这 所以说现在相当于说 我们这边这个式子呢 是这个 这个是我们希望达到 那我们就去分析 到底这边到底是等于什么东西 那4.3.11A 就告诉我们AET呢 所以是时间的变化 这个状况 好我们算到这边 然后我们就把它再带回 原来的 4.3.9 4.3.11A 带回来到4.3.9 对不对 好 那带回去之后 我们就整个式子再写一次 是不是我们5D 5CD 要等于 要等于 星座格上面的状况 对不对 我们要写的是这边 它这个是summation 好 summation呢 我们知道 整个A1呢 会等于summation A1 0 乘上exponential 负 i1 e1 p over h OK 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这样子 这没有问题吧 你看4.3.9 是不是 前面是summation 后面是e ecat 那我们中间把A1 就是这个带进去 变成它了 非常简单 对不对 好我们看一下 它现在呢 我们是否可以更进一步把它写成A1 0 对1 然后呢 这个呢 时间远近的像 我们把它丢到后面 我们可以这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A1 又因为啊 A1 T呢 也可以写成另外一个形式 就是怎么样 e byt呢 投影在e上面的一个分量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这样子的话 那是否代表 因为这边都时间t嘛 我是否也可以写成这样子 反正时间随你变啊 那我就有这两种可能性 对不对 好 那这样子一来呢 我们现在紧接着一步来看看 我们要怎么样 把它算得更好 A1 T 这个是我们感兴趣的 那 A1 其实那边有个简单的 但是我们对A1 也不是很了解 OK 所以我们现在呢 从A1 T开始 OK 来 那我们从那边继续过来 那现在A1 T呢 我写在这边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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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知道 它会等于这 T在E上面 投影量 有最右边告诉我 然后我们又知道一件事情 这个东西我们会怎么做呢 Sumption T 前面E不动 对不对 Pashe T呢 Pashe T不是等上面这个式 Pashe T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啊 把它摆进去 不过现在呢 为了预防万一啊 因为Pashe T后面呢 是Sumption T 我怕把这个 跟这个搞混了 所以 我呢 现在把它卸成 1 OK 我就把它照烧 把它排过来 好 排过来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来整理一下 那 A1 会跟什么东西 根据右边最下面 A1 是不是就等于 E Pan 再对怎么样 Pashe T Pashe T 在E Pan上面 然后后面 这种照方 照超 Right 我们会写成 这样写成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再整理一下 E呢 放在这边 这边还是一样 Sumption E 但是我们稍微整理一下 这个 本身做完就是做完 它就是一个 类似成熟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 你就把它当做项链吧 那么 它是不是可以把它 移到前面来 可以写成这样 快一点点 快一点 这个呢 我可以移到前面 后面本来是这样 反正这个只是一个 某个number而已 我可以把它摆回原来的位置 我是否可以 把它写成 对 file 然后我把它写成 E 重小 File 对不对 好 我们整理个 老半天是在整理干嘛 因为 这个告诉我 他会 那我知道 我最主要的目的 是希望 把它变成 我会变成 内积一个E进来 它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你看看 这个不就是我们上面要做的这件事吗 这个不就等于右边的这个吗 左边的E它在这 右边的CV它在这 那你告诉我 它中间的UT在哪 在这 对不对 那这样子呢 我们终于要求得了 UT呢 可以写成 什么一句E 通常就可以直接把它去除掉 这样子 我们是不是觉得把UT 当然在我们这里面呢 我们这个smitE是说 每一个能量 每一个能量相对一个状态 那假设你有Degenerate 那当然就 每一个能量可能会有两个状态 对不对 那管它呢 通通都要啊 所以呢 假设有两个状态 比如说我的state呢 E之外呢 我还可以用个α来表示 它到底是属于 这个E下面的哪一个 Degenerate 那么假设是这样子 那我们后面这个当然不动啊 对不对 那前面呢 你要是指上E 那很明显 有两个动态 没有交到 所以我们也得把它夹 所以我们是否也可以 上面这个是没有 检定中 下面这个是检 所以到这边呢 我们EU终于算完了 EU算完 我们是否就可以把它摆回这个地方 对不对 那紧接着 我们就利用这个呢 就是呢 来求取我们各样的物理物件 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 我们怎么进行 我们把它留成稍微的那种里面 它会等于 这样子 我们就希望把它 这个呢 把它展开来 最后呢 就变成E 等于一大条的东西 就像这样子 那我们最后就把它完全上线 OK 这个就是 EU P OK 这个是我们基本上写的一个方向 和一个流程 我这么了解吗 现在只是在画地图嘛 OK 那我们再来看看 在这种状态下面 我们有些东西 有没有什么样的特性 for dynamic variables 大Omega OK 那我们很想知道 the probability density 它的probability density 比如说 Omega可能是位置 你想要知道位置 那么 它在每一个地方 位置的probability density 是多少 它随着时间怎么变好 我们很想要知道 那基本上呢 这个就是P OmegaP 所以请大家记住 这个P啊 在我们这边要非常注意 它可以 尤其课本里面啊 它只有小写的P 跟大写的P 要非常注意 小写的P 常常指的就是 这个generalize momentum OK 大写的P呢 它可以是operator P 好像我们在写的 Homentonium里面的P 或者是probability density 所以请大家非常注意 一不注意呢 我们就搞 搞了啦 不理不吐 都不晓得谁是谁 不要了解这样子 那么其中呢 这个Omega指的是什么 the item value of 大Omega 这个 dynamic variable 那T呢 就是时间 它可以写什么 我们probability density 就是指 我们的 这个 save 原本描述的basis 对你现在解完 解完它 normal mode OK 在Omega的作用下 normal mode的 推量之后 通通 把它加起 OK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是代表 再次Omega i.2下面的 probability density OK 那 当然我们就想着 这个是什么 the item state Omega OK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这边让 很快速的 它就可以写成什么样 Omega e.t 好 这样子 OK 这当中呢 只要几个步骤 就可以算得到 OK 请大家好好的算一下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一下 假设呢 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不可以 或者 我们看看 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 那我们来做简单几个推荡 Persi.t呢 它本身啊 根据它原始的状况 要遵守的 这个 它前面也有 Persi.t Omega以及 State Omega 我们就这样写了 为了跟前面 避免冲突呢 我通通下个 Plan OK 那 后面有个Plan 再三 Exponential 负i 1 1呢 现在的1 就是Omega 你看看 你看看 这个要是作用在里面 这个要是作用进来 你这个上的Omega Plan可以变化很多 但因为Omega 本身就是它的Igonstate 是互相处理账 所以呢 它对它内积的结果 Sumption这么多 只有一项会留下 哪一项留下 Omega Plan Omega 是会留下 其他通过的没有 所以呢 我们啊 这个时候 Omega就 Omega 就变成Omega OK 那这一项就变成1 那剩下的呢 这个呢 可以把它提到后面去 我们啊 很快就得到一个 好 我们就得到像一个式子 好 这个式子 我们来运作的时候呢 我们发觉一件事情 经过这个绝对值平方之后 后面这个呢 飞不见 因为呢 你自己的complex 就可以乘上自己 那刚好一阵一副 加下结果就能够赢了 所以就没了 是不是它最后就可以等一件 对不对 好 这个是什么 我们刚刚说 这个 Pse 在时间梯下面 Pse 对着Omega的Igonstate 做投影量 之后 你把它整个的平方 这个就是你probability 跟自己 那这个地方 它告诉你 它会等于呢 Pse 就是原来状态 起初状态 对着这个Omega 大Omega这个状态呢 做内积之后的平方 会两个一样 它告诉我们 这个下面 也是个probability density 只不过是在时间等于 那么只要我们这样子做呢 它就会告诉我们说 我们probability density 不随着时间 All right It's invariant OK 这是第一个特性 它告诉我们说 probability density 不随时间 OK 那第二件事情呢 我这边就快速来讲 你可以得到一个很类似的 我们那个地方是告诉我们说 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这里面 我就写在这边 probability density 不随着时间 OK 4 Omega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它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the norm 也就是说 任何时刻的状态 the norm 就是你自己本身的状态 直 跟你起初的 也完全一样 OK 这个呢 大家就可以简单的去算一下 从左边推到右边 两个式子就推完了 原因是在什么地方 原因是在我们propogate 跟生式 unit OK OK 那这些就是让大家了解的一些 基本的事情 好 讲到这边呢 好像也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第三个点 到这边是告诉我们怎么解出来 第三个点就是说 我们这边在解的时候 都没有说我们要用哪一种basis 因为基本上我们好metonium的 在读点的好metonium里面呢 它一定是怎么样 p跟q sorry q跟p的函数 q是什么 generalize coordinates p是什么 generalize Momentum 那在我们量子力学里面呢 是不是我们本身会是什么 会是x跟大p的opogate 你今天解这个问题 我们都没有想说 我不知道我们是针对哪个解法 是针对 x当作basis呢 或p当作basis呢 好 这个部分呢 很简单啦 第三个 我们是针对哪个解法 我们到底要在什么的基础下面来解它呢 我发生说 我们是针对你 そうですね 我们要来选择这个basic 因为我们哈密托尼尔 基本上是大S跟大P的一排 这个是我们最简单的basic 所以这个代表意思 If we choose x basis 假设是这样子的时候 就代表一件事情 你在计算的时候 大S就看作小S 大P就看作 负iH'的一个维分 对不对 那相反 If we choose P basis 那么就代表一件事情 你的P呢 就看成为小P 你的X呢 就看成为什么样 iH' 记住这个是负的 这个是正的 所以我干脆把它写个正的 来加强它 告诉大家 哪一个是负的 哪一个是正的 这个是微分呢 就变成P的微分 而不是X微分 OK 我们看看 Example 假设 Harmintoneal呢 我们本来在写的时候呢 是这样子 动量 动能 在甲上微能 假设它微能是 Hypercompine 大X的平方 假设是这个样子 OK 而且呢 我们知道 H呢 并没有明显 怎么样 跟T有关系 那我们可以用 IconValue的Frog Time-dependent 设定科可以选 来解它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 X-phases来 X-phases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解的时候呢 P呢 可以写成这个 所以平方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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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 这个才是很明显 这样子 抱歉 抱歉 谢谢你 谢谢 写太快了 这样子 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今天一台呢 会点H8平方 Mov2M 因为只有1D嘛 所以我们很简单的 就可以写 我们就建构一科学 就建构出来 这是X-phases 那P-phases会长成什么样子呢 不是这个大的P 就会变成小P吗 第一个就是这样 第二个 大X 不就要转变成这个吗 那你这边就变成 hypercosine 平方 后面是什么 I H8 E over P 这个呢 这个呢 上上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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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但是呢 我只用P-W 第二项也都歪掉了 它微分在hypercosine里面 那你怎么做 我都不晓得应该怎么做 对不对 你会不会选择这个来解 当然不会啦 除非要考验 除非你要考验你自己的数学功力 当然可以试试看 会不会我宁可选择 那是X-phases 再讲 好 再试试看 假设我们的Hentonium P平方除以2m 减掉Fx 这个就是在外力下面的含义困难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怎么样来做 当然Hentonium有明显跟时间有关系 那这个时候呢 H8平方over2m P平方 以X平方 减掉Fx 是Px E的 是Px 这个是什么 X-phases 看起来不错 假设是P basis呢 它会变成小P平方over2m 减掉F 大X会变成什么 负负得正 它会变成 没有 它只是一个X X够一点IH bar 所以负的IH bar D P C B P E C B 这个是P 的 这个是P的 这个是P 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上面这个呢 是二阶的温买房子 下面的这个呢 一阶温买房子 哪个好处 一阶比 二阶来得好处 对不对 OK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觉说 你可以在不同的系统 不同的状况下面 选择不同的表示 那像看这本书呢 它上面在讲最棒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这两个个子 基本上我们在结合设计 大部分的课本 都是用X的词书来一起说 那也是我们最熟悉的 第四章我们就复习到这个地方